1913年,陈汉璋出生在吉林的敦化 天资聪颖的他,在14岁那年就参加了私塾教员考试,得了第4名 是那一届考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吉林敖冬中学念书的陈汉璋就已经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了 从小就表现出了优秀的领导能力 17岁,凭借全校第一的成绩成为了小学教员之一 1932年,刚结婚不久的陈汉璋参加了吉林救国军 在救国军中,陈汉璋认识了抗日名将周宝忠 同时因为陈汉璋展现出了不俗的工作能力,没多久就达成了队长 1933年,陈汉璋加入共产党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后期的主要领导之一 这一年他才20岁,同时还接任着救国军总部秘书长的职位 1936年,陈汉璋率领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十与第五师配合 在宁安县团山子与伪军作战,击毙伪军四十余人 同年5月,在靖湖南部与日寇佐藤的部队进行击战 击毙佐藤刘瑟兰身边十余名官兵 1937年的7月,又在安土县与日寇打了四天四夜 击毙日寇五百余人,缴获机枪七艇,呼枪三百余条 1937年的9月24日,陈汉璋又率部全监了日本少将松岛的部队 可以说陈汉璋是日军当时最想要杀死的人物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最艰苦的时候 当时,杨靖宇总司令已经殉国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曹亚范也牺牲了 为了牵制敌人,陈汉璋继续率领剩余部队与日军作战 可是万万没想到,陈汉璋却倒在了叛徒的手中 1940年的12月8日晚上,日寇接到叛徒送出的情报 派重兵将陈汉璋所驻扎的湾沟村团团包围 为了掩护手下士兵撤退 陈汉璋孤身一人跟日寇作战 最终牺牲在了日寇的手上 日寇将陈汉璋的头颅砍下,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军营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虽然我们在1948年已经寻回了陈汉璋的遗手 但一直到2013年的4月,陈汉璋的遗手才被送回吉林敦化 与他的师生合在一起 而陈汉璋的亲人们也终于是等来了这一刻 将心中的一专心愿了结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